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sipcom 这个是我channel member 所问的一只股 嗯 可以看到呢 他正在这个支撑线 这条支撑线啊上面 暂时停在这边 这个这一根 支撑线呢 其实这个筹码峰的底部 这边 呃前高 来顶住的 呀所以这个是蛮强的一个 支撑线 蛮强的哈 嗯 说现在就看他可以守住吗 他 如果守不住的话就惨了 因为你看这个 一个 双 头 双头的形态 tap hole的话呢就 要看就不是很好玩 就不是很好玩 啊 他 我个人认为呢 他这个支撑线是蛮强的 应该是可以守住短期里面 所以短住 不要有任何的大问题 比如说quater report不好啊 或者是说市场大跌啊 群税不好啊 这个的话就很难讲了 就算他跌破这个的话 才会还有另外一个支撑线 就是这个两百天的均线 大概是快一千 所以快一千呢 就快一千呢 又对应这个头码峰 呀 又对应这个 MF200 所以他有双重 双重的这个 双重支撑 这个什么 这个 这条线是大概是快一块一毛半 相差五分钱罢了 相差五分五千罢了 所以他这边是很strong的 很强的 我估计 最少这个快一千都应该是可以守住 呀 OK 当然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 呃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